吃素救地球 1.一个素食者至少拯救三只羊 11头牛,43头猪,1100只鸡和千万只鱼虾 2.如果一个人选择素食 那么他立刻就可以将他个人的碳排责任18% 每年可减排1.5吨二氧化碳 3.如果全球吃素 那么只需30%的土地 就足以喂养我们所有人 从此远离饥饿之苦 土地无需化肥将得以再度呼吸 再生,恢复 4.一公顷土地能喂养22个吃土豆的人 或19个吃大米的人 但仅能养活一个吃牛肉的或两个吃羊肉的人 5.目前全世界每年喂养牲畜的穀物 足以供20亿人使用 这足以解决近10亿人的饥饿问题 吃素可节省7亿吨穀物 全球粮食的一半 多出的土地超过34亿公顷 6.联合国报告中指出 肉食是全球暖化主因 全球改变饮食习惯 以素食为主将能拯救地球 7.肉食者过胖的情况 比素食者高出9倍 8.素食增加人类的平均寿命15年 9.素食有效降低血压 降低胆固醇 预防中风 改善动脉硬化 降低50%心脏病的风险 80%心脏病手术风险 10.素食者只需要肉食者50%的白血球 就具有相同的免疫功能 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请你为健康而素食 至少可以多一天素食 多一顿素食 或者多一口素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